美国总统拜登和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这个峰会对话已经正式结束了 那么根据白宫官员表示 今天在这个欢迎仪式之后扩大双边对话 大约两小时又五分钟 接着是三对三的工作午餐 那我们现在还没有得到这个确切时间 到底工作午餐进行多久 但是在工作午餐之后 拜登跟习近平也在费罗利花园散布 那么白宫的这个随行记者呢 也有机会对拜登喊了一个问题 比如说这个会谈的状况如何 拜登回答说相当的不错 那么在稍后呢 拜登跟习近平不会一起这个有联合记者会 而是拜登自己在费罗利花园这边有一个单独的记者会 那么现场会有80名记者 那么在这个之后呢 拜登会回到A派会场那边 和领袖代表会有一个欢迎晚宴 那么习近平今天晚上 他不会出击这个欢迎晚宴 而是选择和这个CEO有另外一场的这个晚宴 那么当然主要的目的是要让这些美国企业领袖 了解到中国仍然是一个值得投资的地方 那么在稍后拜登的这个记者会的最新状况 我们都会持续带来 来掌握现场的最新状况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